今年快乐 祝大家2021年牛气冲天 工作爱情事业学业 全部都大丰收 哈喽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还没红就已经过期 至今依然在努力的美妆博主咖喱 今年 已经过 33岁 本期视频又是一月一度的乱七八糟分享大会 除了最近买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外呢 还有就是一些你们在问的 还有我最近自己用到觉得好用的东西 那我们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第一个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你们问的比较多的 因为我上次不是出了那个卷头发的叫什么 然后后来大家很多人都叫我推荐好用的卷发棒 那这个卷发棒就是 其实你们看我视频的话 就是它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并且这个已经是用了很久很久了 它是直卷两用的 这样子是一个卷棒 你把这个插头插到另外一边去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直发夹 所以它多用性非常的好 并且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卷发棒上有很多这样子的小孔 就是它是会作用于就是把空气里面的水分 然后就是转化出来 就是在卷头发的时候 它是会有会有一些微微的蒸汽在 所以你的头发就不会被烫得很干 但是不是那种湿湿的上不了卷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的这个夹口是夹头发夹得很紧 但是也不会卡头发的那种 它有两个缺点 我跟你们说一下 第一点就是国内没有装柜 也没有就是它的官方集中店可以买到 所以你们要买就只能够代购 但是因为现在日本疫情还蛮厉害的 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说 就是如果你要代购的话 就是可能还是要靠谱的途径 然后以及包裹一定要好好地检查 这是最最重要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它可选择的尺寸比较少 就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 26 28或者32 你要再就像我这种 接的这种这么长的这个头发 再要大一点40厘米的 它就没有了 形状样子啊什么的 我就不给你们多看了 因为我这支是已经是旧款了 就是现在市面上已经没有卖了 因为因为已经五年了 现在它新款的样子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应该应该也有做升级吧 但是我这是用到现在还挺好的 我觉得就不需要再去买升级款了 如果不是什么被我家猫咬坏电线什么的 我感觉它能用一辈子 然后说到头发就把头发的一起说了 就是然后最近用到的一个 比较好用的一个发胶进行喷雾 然后这个字是我自己写的 为什么写了一个蓬松 因为我还怕它和我的化妆水搞在一起 因为它长得实在太像化妆水了 它是坚具的蓬松和定型的 给你们看 它喷好之后是会让你的头发 有一种很干爽的这种感觉 不会像很多发胶之后一喷之后会反光 或者是感觉它是粘在一起 就一样你会感觉 它这个头发是很干燥 很清爽的这种感觉 并且真的是 就真的是铁刘海 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觉得是我近期发现的铁刘海宝藏 是用到我所有的发胶用下来 这个是最好用的 比我上次就是高丝的那个 腕的那个发胶还要好用 因为腕的那个发胶呢 会稍微有一点点软 但是它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 是一种硬的 但不是黏在一起的 但是又不会像钢丝一样那样子硬 到时候它唯一的一个小缺点 就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的地方 就是它的酒精味有一点点重 你在刚刚喷好的时候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那个有一股满呛的那个味道 这是我个人觉得用下的唯一一个 觉得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 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推广的嫌疑呢 那代购什么呢 就是我也就不推荐的 就是大家自己科并本事 往上面找一下 就是记得要稍微货比三加 就是不要买到假货 好 接下来一个是一个小东西 这个被我用的有一点恶心的 就是这个 新冲家的这个气垫粉扑 就它没有泡水之前呢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大小 这个是一个有尖头的 然后泡过之后呢 就会变成差不多这样子 这样子的大小 这个就是被我用的有点恶心了 真的就是又软又Q又弹 帮助你把底妆铺的很好 而且它是我用下来 最最就是接近这个小奈儿 就是小奈儿加果冬器件的这个粉扑的 这个粉扑 我一直觉得它特别特别的好用 但是这个粉扑呢 又被我用的也是脏脏了 就是快没有不能用了 所以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这个真的不是推广 只要是推广我就吃饭 我就吃饭 YES喝水嗆死 但是如果心都想要找我发推广的话 尽管来 尽管来 你不收推广费的 可以包我一年份的粉扑 那说到国货 我就顺便把最近入的另外一个国货 一个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魔法世家的这个 二列酱母黑面膜 这个面膜其实是客户给我寄的包裹 就是寄给我试用的 当时心里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期待 就把它随手放在了卫生间 但是因为最近上海特别的冷 你们知道吗 然后我就没有勇气跑到厨房的冰箱里 去再去拿面膜 然后就在厕所里 我就随手拿起来 随手这么一用 结果就哇哦 惊为天人 又好的当下我就惊叹了 哇怎么这么好用 就特别是它里面的这个膜布 真的是我第一次见到 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是我咕噜寡闻吗 它里面的包装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面膜大概就这样子一片黑黑的 然后给你们看它的膜布 你看你们有看到过 就是这种感觉的这种膜布吗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吧 它采用的是海豚仿生皮膜 就是它贴在脸上之后呢 你会感觉到一种微微的收缩感 就感觉好像是在给你皮肤加压 把那种精华全部压到你皮肤里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的成分呢也很好 就是10%的二类酱母 加黑酱母 还有再加烟险氨 三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成分 我们日常需求的像 修护 维稳 抗出脑 提亮肤色 这一片面膜就基本上都可以搞定了 而且我上次最惊叹的就是 因为我用好面膜有习惯是洗掉的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 就是很多面膜你用好之后 感觉上它好像是吸收了 但是你去一洗的时候 就会发现 脸马上又变得黏糊糊了 这个就是因为 你这个面膜的这个精华 没有被你的脸吸收掉 它只是在你脸上变干了 就所以它并没有吸收到 你的皮肤里面去 但是魔法师家的这款面膜不会 就是我用好之后 我去洗的时候嘛 我就感觉 好像洗不出什么东西 就是脸上没有变得黏糊糊的 就感觉切切实实的 这个精华是被皮肤吸收进去了 而且用好之后嘛 皮肤就感觉是Q10Q10的 肤色都提亮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有这种修复 抗出脑 以及提亮肤色需求的 都可以试试看 这款黑面膜 真的是国货精品的感觉 而且后来我去看来 它的价格真的很便宜 性价比很高 OK 说到性价比 接下来就是又是一个性价比王炸 就是这个LA格尔的这个469 真的是王炸 四十几块钱 你还有什么自行车 这个颜色用来画卧彩 真的是一觉又自然又好看 这个哑光的 然后它当中嘛 这个是珠光的这个颜色 不得不吐槽一下 就是现在的流行剧 就是很多眼影的这种配色 全部都是哑光 加一个超闪超闪的大亮片 我几乎就已经是很难再找到 就是有哑光和珠光和提亮色 一盘的这样子的眼影盘 你看差不多配色的 就是这种就是哑光 它里面这一颗呢 是大闪片 就是没有珠光的 就我真的很少买到珠光色了 但是其实珠光眼影 是非常非常适合新手 并且它的妆感是很高级的 而且它整体是偏巧克力配色嘛 不调肤色 然后也很适合新手 而且里面的这个提亮色 你可以把它就是涂在 就是眼睛下面泪沟的地方 真的是填充泪沟的神器 好 接下来一个要说的呢 就是鱼露家的这个指甲油 虽然呢我只买了他们家两个颜色 但是这个指甲油 也是我用下来至今为止 觉得最好用的指甲油 没有质疑 虽然呢我没有什么见识 也没用过什么大牌 特别好用的指甲油 但是呢 七七八八的 其实涂指甲油呢 也是涂了不少的 这个真的是最好用的 并且它超过了曾经 就是坎妹在我心中的位置 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 坎妹的指甲油是最好用的 但是直到我用了这个 鱼露家的这个指甲油之后 真的是超好用 我一共是买了四个 一个是底油 一个是封层 还有一个是 就是两个他们家的 狄级705个狄级706 我今天手上涂的呢 就是这个705 是一个就是最近还蛮流行的 这种琥珀色 这个狄级的这个系列 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就是那种水性感 就是那种水透水透的那种指甲油 就不是那种像油漆一样 它是带一些透明度在的 我的手不太好看 但是这个指甲油 真的是很好看很好看 它可以涂出 就是那种QQ我动胶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很好用的一点 就是它真的非常的牢 就是感觉像是 做了光疗甲一样的那种感觉 之前涂指甲油 就基本上是涂好之后 如果我要洗头发 或者是洗热水澡 然后我的水又很热 就基本上抓两下 没抓两次之后 这个指甲的边缘 就开始会脱落了 要么就是掉漆 就是感觉周围掉 掉了很厉害 但是这个就很牢 真的就很牢 这个已经涂了快一个礼拜了 几乎是没有怎么掉过 就可能就这种边边角落 稍微有蹭到一点点 多好之后吗 不知道是我涂的比较厚 还是什么原因 我就感觉我的指甲有变硬 就是感觉没有以前那么脆 那么容易断了 就感觉这一次的指甲体验 真的还蛮不错的 好 接下来一个要说的 就是我现在旁边这里 正在用的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它是一个充电型 不需要插电的一个加湿器 这个我买的是一个套子 就是它加湿的泵头 然后和下面的杯子一组的 但是你是可以分开买的 你可以只买 只买这个东西 只要有这一个东西 你把它插在水壶 或者水瓶塞料瓶里面 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近期买到 非常满意的一个小单品 好 然后接下来一个 就是我近期买到 比较满意的 就是这个牌子 不会念 就是这个韩国的一个眼线膏 这个也是看Pony种草的 然后我很喜欢的一点 就是买这个眼线膏呢 它会配 我买的是套组 它会送你一把 就是这个皮卡索的这个刷子 这个皮卡索的231号的这个刷子 就买眼线膏送刷子 并且送的还是比卡索的这个刷子 我就没有办法不买它 其实它里面送的这把刷子 都很好用 它这个膏体呢 是特别特别浓黑的 而且这个刷子真的很好用 就可以刻粗和细的 它这个真的很流畅 我最近化妆的眼线 都是用的 用的这个眼线膏 就是它又浓黑又流畅 并且防水防寒 一整天都不会晕 好了到这里 本期乱七八糟分享大会 差不多就要结束啦 最后不要忘记 帮咖喱素质三连 点个关注 最后祝大家生气健康 万事如意 新年 咖喱素质 咖喱素质